churches collection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只有岩漿的世界 說起來你可能不會相信 但是在這世界上呢 雪人是 不會出現的 他會瞬間消失 所以之前想要用刷雪球的方式是無效的 他直接不見 完全 其實雪人在地獄 本來就是會受傷 因為太燙了嘛 但這邊是完全直接消失的 直接燙到消失 所以沒辦法刷雪球啦 那接下來呢,我們繼續來發展我們第三章的任務了 登登,正式來囉 這邊從這個黑暗寶石開始啦 那我有稍微整理一下這邊的機器 然後後面呢,直接用這個管線直接露出來 那直接收集到我們要的東西 這邊我們要的是這個黑暗錠 不曉得要幾個 那其他礦石也蠻多,鐵也好多 然後鉛跟綠寶石只有七個,這兩個最稀少 那這邊我們來挖挖看吧 我這邊也順便把旁邊的地擴大了 那我們這邊直接大量挖掘 欸,這個喔,我想說這會不會爆炸,應該不會 好像挖礦物有點害怕 欸,這個礦物量比較多耶,我才挖九個 然後有一個奇怪的粉 那現在完成任務得到一個地獄箱子 跟這個模組的說明書吧 那這個地獄箱子有什麼特別的嗎 感覺一樣,唉唷,裡面好酷喔 裡面有點像那個,那個終界門 不是那個地獄門的那個光 神秘的寶箱,還會冒出怪煙 那今天目標來試著做一下這個身外磚好了 我們這邊上面呢要得到四種 從初尼獲得的東東 好,一樣是用這個還原金獲得的 所以四種都拿到 OK,這樣就完成了 我有未雨綢繆了一下 靈魂 這邊用到的是靈魂 還有這個是什麼 這邊有三個獎勵可以選擇 你要選擇什麼呢 有一個血的水晶 還有一個齒輪跟一個珠珠 血水晶好了,這看起來比較好看 紅色水晶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要做這身外磚的話 會需要 中介鋼 中介鋼錠 那這個鋼錠怎麼來的 這個粉 是從這個粉來的 這個粉呢 是鐵粉加上這個中介層 中介層怎麼來的呢 小小的骨頭碎片 中介骨頭碎片 然後拿去敲碎 那這個粉又是怎麼來的呢 從一個骨頭來的 或是可以挖 喔,挖礦 好,直接挖我們剛獲得這個礦 OK,所以 咦,很多礦都有耶 也有沙子的 它也會在各種的石頭上 應該是要挖這個 我們直接大量挖掘 OK,有了 喔,好多喔 它還有份量 77個 我才挖10幾顆 啊怎麼輸又給我一本 那這邊要使用它的槌子 來把這些粉呢 敲成粉末 這應該是碎塊 然後敲成粉末 這個用量感覺蠻大的 再來把鐵粉跟中介粉 做一個合金 這個粉末再拿去燒 就可以得到中介鋼錠 那只要6個 我們來合成它的那個很像 牢籠的東西 那把它圍圈 加上一個粉 有了,我們的 生怪磚 生怪磚 那這個 來看一下,先完成任務好了 應該不是這麼簡單 的人生出來了吧 再來拿個水晶 然後有一個黑暗水缸 裝什麼呢 裝經驗值吧 後面有一本書 呃 一本蜘蛛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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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書嗎 喔 用黏膠 OKOK 黏膠代替皮革 然後書再跟這個粉塵做一個結合 就可以得到這本靈魂之書 但是裡面沒有靈魂耶 怎麼辦 我現在把這生怪磚放出來看看好了 我的雙刀已經準備好了 那 目前還是不會生怪吧 那我要怎麼讓它生東西 裡面是空的 我們要想辦法注入靈魂 那這邊要先來敲剛剛從泥土獲得的這個 很像骨塊的東西 裡面可以敲出我們要的骨頭小碎塊 那這小碎塊裡面有非常多怪物的靈魂在裡面 任務上的話我們要獲得蜘蛛 蜘蛛只有10.64% 其實是蠻高的耶 欸有村民耶 所以有這個召喚村民嗎 也許可以有村民的生怪磚 好我們先來敲一下 這邊全部敲 一大堆 那拿這小碎塊按右鍵呢 我們就可以獲得它的靈魂 這應該是把它砸碎吧 把它砸掉 通通砸掉 然後獲得 啊怎麼都一樣 喔有了好多種喔 各種的精華靈魂都在這邊喔 那我們先砸一砸好了 量超多的耶 它沒辦法一起砸嗎 我們這只能一個一個砸 好我們先蒐集所有的這個本質精華 OK我已經全部砸完了 裡面呢就是村民最少 跟蝙蝠也很少耶 那我們要用的蜘蛛 蜘蛛加上我們的靈魂之書 變成蜘蛛書 那裡面的靈魂好像會消耗耶 這個只有三個 那這三個是放在這裡嗎 喔蜘蛛放在裡面了耶 欸欸等一下是不是要生怪了 等等等等等喔 這邊準備好雙刀 這是要生怪了嗎 喔好慢喔它上面的趴數 2趴3趴 這個是不是很慢 是不是我們應該放多一點東西啊 喔喔喔我知道了 放上我們剛剛獲得的像是這個水晶 可以增加它的距離 然後有的是增加速度 有的增加品質 品質是什麼強度嗎 還有增加效果耶 所以可以提升這個生怪磚耶 所以它變成一個有點像裝備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進化升級 總之任務完成了 這邊又獲得更多的精華 然後又更多嘟嘟 哪一個比較好 剛剛覺得速度好像也蠻需要的 喔這邊開始要蓋生怪塔了嗎 有這個板板可以讓怪物移動的 現在生怪磚的範圍非常短耶 到這邊1 2 3 4 5格 5格它就不轉了 欸4格就不轉了喔 喔唷 要3格才會轉 現在距離好近喔 我們來把它升級一下好了 珠珠 珠珠上去了 距離提升了 欸等一下 那我距離提升之後它要重算喔 不會吧 那我先全部升一升 升級之後居然它的趴數就要重算了 那我順便來做一個抽血器 那先做好增 然後合增台合增台 欸 然後蜘蛛 反正我超過距離它就不轉了 好也是沒差 那吸血的增 感覺好痛喔 應該是抽我自己的血吧 好87%了 我們來打一下這世界的第一隻怪 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嗎 應該就是一般的蜘蛛吧 我現在看能不能抽個血 蜘蛛血 蜘蛛血 什麼顏色的啊 應該也是 喔喔來了第一隻 喔喔喔喔喔喔 欸怎麼那麼多隻 欸我有抽到血嗎 我抽我 抽 欸我裝欸我是沒穿裝 對 這到底怎麼抽啊 抽不了 我現在打罐好了 呃 掉下去了 還好這邊是水 嚇我一跳 蜘蛛是蠻兇的欸 幫我解決了我的雙刀流 看我的雙刀流 喔喔喔喔喔喔喔 它有冒奇怪的煙欸 感覺是有特殊效果 欸 我的右下角 欸有抽到血欸 啊這個好像是 你打敗敵人之後 血會自己抽進來的 所以至少要打死它嘛 這邊有小小的血量 800多的血量 我還以為這血量是用我自己的血 好那到 比較人道一點 至少可以用怪物的血 好的那總之任務完成之後 它又給我更多的 奇怪的東西 還有升級的東西 我覺得速度 讓它升快一點好了 齒輪加速 蜘蛛眼 這邊 再加速 這樣我們覺得生怪要快一點 這邊還有一個注入的核心 這個嘛 黑暗的力量水晶 這個是 喔 把黑暗水晶 倒到水裡面 不是是血裡面 五千的血喔 哇 所以我現在好像需要很多的血 然後來做這個 黑暗水晶 那 還有這個 這個是血塊 把血當凝固之後變成一個血塊 OK 那這個血是倒在這裡的嗎 欸對耶 倒進去了 800多 那要1000個才會結塊 那 不夠 我現在血不夠 所以代表我們現在 是不是要做個生怪塔 那我們試著來做點生怪塔好了 這邊好像有一個陷阱 那這個是砧板 那這個砧好像可以吸血的樣子耶 攻擊敵人然後會吸血 那剛剛得到這個 黑暗的水缸應該就是放血用的 那這個 板板 我會吃到我嗎 不會耶 我想說吃到我自己就可以用我自己的血了 我想說用自己的血好像比較方便耶 這邊要吸血的話 是不是要先放一個基座 這個吧 黑暗水晶方塊 OK 我們就是做這一台 這看起來好像是會吸周圍一個區域的血吧 那 這要怎麼用呢 放 這邊 然後板板 啊板板是要放在上面吧 啊 所以 用這個吸 在上面才會吸到血 那 那這 那這不就要放很多嗎 那我還要讓它踩到上面來 踩 快踩 這我們應該放在平地才對 踩 快踩 那血會不會增加 我現在血 欸死掉了耶 我現在血七百 來 這邊戳死是戳死的 可是我身上的血量也沒有增加 也沒有吸到這邊 那那個血 是吸到哪邊來了 還是我應該 點這裡 沒有血啊 裡面也沒有存血 那這個陷阱 戳到的血不知道在哪邊 好痛喔 這個蜘蛛好像有加力量耶 那個蜘蛛有 有特殊效果的 喔喔喔喔 痛痛痛痛痛 我已經變鬼了 不要打我 我是鬼 它那個 力量加成好痛喔 我是不是該穿裝了 我現在還沒裝備 沒穿裝啊 臭蜘蛛 匈巴巴 OK解決解決 今天事物要先做一個 血的水晶 可以純血的樣子 這個放在那個基座上 那這個要從 這個 這個 欸這是什麼 碎開的 綠寶石 綠寶石拿去燒 然後這個之後再加上 史萊姆球 這個黏膠跟紅石 再拿去燒 變成血鑽 不對 血綠寶石 血綠寶石再拿去燒 那這個水晶再放到 唉唷 欸有血耶 為什麼 喔 欸等一下這是用我自己的血喔 這是抽我自己的血啊 等一下喔 好像是耶 欸欸抽到死了等一下 抽血抽到死 欸不過我會復活 所以我可以利用我的血 犧牲我自己來吸血 但是好像有點有點可憐 那那個 到底是放在這個板板上嗎 是放在這裡嗎 也也不是耶 呃有怪有怪 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 等一下我還是頭暈 我在吸血頭暈中 你們先等等 喔好暈喔 好暈 好暈 我剛做的陷阱是另外一個邪惡模組的 但這個靈魂模組好像也有一個陷阱 那這邊陷阱就可以用它的這個水晶了 那我們先來做一個看看 好那這個可以裝水晶 那我剛剛已經用我自己的血裝好一個水晶了 那這個水晶就是強化那個生怪磚用的 所以就是 吸越多血 然後這生怪磚就會越強 那這個要用紅石訊號來開啟 喔放橫的喔 真變橫的 來刺 刺他刺他 會刺到我自己嗎 看不太出來 刺他刺他 怎麼這陷阱應該是放 往上刺比較好 有點難刺喔 我覺得我應該不要產生蜘蛛啊 蜘蛛跳一跳去很麻煩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生個殭屍還是什麼的 比較好打的生物 好我們等一下之後可能換一個生物好了 那來試一下這個 刺不到啊 那一直跑來跑去 欸自己我會被刺到欸 那我自己吃到是不是也會增加裡面的血 也會死人會死人 也會快被蜘蛛打死了 欸會死會死會死 等一下 我沒穿裝啦 我之後要做個裝 太危險了 OKOK 走到之後我們要想辦法來做好這個生怪塔 然後順便儲存這個血量 然後或者是血液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這個生怪磚其實它有數量限制欸 可以看到靈魂剩下5%了 所以大概就有使用上限 召喚太多的話這個靈魂就消失 我們必須再補充 然後生怪磚可以強化之外 這個機器也可以強化欸 可以提升攻擊啦 還有毒 然後還有什麼power是什麼效果 紅石火把的效果 然後還有灰 各種東西都可以放進去 增加各種能力 那現在生怪磚 加6個速度其實就還蠻快的了 那如果怕加到滿速不知道多快欸 這不知道可不可以媲美之前的那種龍科技生怪磚 龍科技應該是更快吧 龍科技比較OP一點 那我們之後來升一下 然後來做一看生怪塔吧 之後生怪塔可能還是要蓋在半空中 然後不要太高 因為它那個生怪範圍不大 我們還要升級才足夠 不然就是我要站在上面發呆 看一下能不能用陷阱吸收到血 不行的話我就先用手動來攻擊了 好的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囉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系列 別忘了按下你的喜歡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會囉 大家掰掰